年三十当天 嫂子让我爸拴着绳子擦窗外那层玻璃 我觉得太危险 让花钱请人来擦 他非但不同意 还阴阳我还是月钱多烧的荒呀 一点小事就要花钱雇人 没事 嫂子命贱 你们不擦 嫂子自己擦好了 他挺得大肚子 眼角的泪要掉不掉的 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眼看我爸拿着绳子要开始 我到底是不放心 咬牙剃了他 结果嫂子没把绳子拴紧 我失足从四楼摔了下去 直接瘫痪 我以为嫂子会愧疚 甚至觉得我会气 好好的一个年被我给毁了 我心灰意冷 再次睁眼 回到了嫂子阴阳怪气的时候 这次 我看着她笑了笑 主动退让一部嫂子有经验 我都听嫂子的 月月 嫂子知道你有出息 比我们这些命贱的过得都好 但是你也不能闲着没事 光给外人撒钱啊 嫂子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阴阳怪气的同时 毫不掩饰眼底的嫉妒 我恍惚一瞬 看到她挺着大肚子的模样后 才确定自己是真的重生了 没等到我的回答 嫂子皱着眉 表情很是不满 看来说我话多了 月月不想听呢 她哭丧着一张脸 抚摸了下大肚子也是 这里就我一个外人 是我自以为是了 眼角废视得挤出两滴泪来 她突然笑着说你们嫌脏 不想擦算了 嫂子命贱 嫂子自己擦好了 眼见她转身 我赶紧伸手就要拦她 但有人动作比我更快 我妈一把拽住嫂子 表情焦急惠惠 你还怀着孩子呢 怎么能干这种事 太危险了 她一边说 一边瞪了我一眼 月月不会说话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旁边沙发坐着的 我爸也重没示意 我让着点嫂子 我干脆一言不发 坐在旁边 冷眼看着我妈 小心翼翼的 想要接过这个话题 她眼底带着担忧 到底也是觉得 这事太危险 会会啊 外边天这么冷 你说咱们自己人 又没有经验 万一真的出点 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我妈话语里 充满了暗示 但是我知道 嫂子不会听进去的 果然 嫂子对我妈的担忧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嘛 你别怕 这事我有经验 我们那地方人 都是这么干的 压根就出不了事 你们信我 我妈没有回答 表情犹豫不决 嫂子看着 脸色又难看起来呗 我这个外人说的话 果然没人信任 我妈一听她这话就急 连忙摆手说不是 但是嫂子压根就不听 直接扭过头 来问我月月 也是这么想的吧 月月也看不起嫂子吧 上一世 她也是这样问我的 那时 我很诚恳地告诉她 自己并没有看不起她 是这件事 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扪心自问 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嫂子却不干了 她又哭又闹的 说我们全家排斥她这个外人 还说我这个小姑子 仗着有钱 骑在她脖子上教训她做事不对 眼看她越闹越大 周围邻居都被惊动了 我爸脸色仗得通红 他好面子 当即主动开口同意了这件事 他一同意 嫂子立马就不闹了 站起身主动去固定绳子 我爸骑虎难下 丧着脸往腰上系绳子 我见他已经同意了 只能叮嘱嫂子 把绳子固定得紧一点 嫂子拍着胸口跟我保证 说她做事绝对稳 让我放心 我一颗心抬着 坠坠不安的 根本安心不了 这个时候 我妈还恰巧走到了我的旁边 故作担忧地开口 你爸最近腰疼又犯了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我本来就担心 听到他这么说更慌了 我看了一圈 嫂子挺着大肚子 脑子一根筋说不通 我妈的身体也不好 而我哥今天挽回不在 整个家里 居然只有我能替我爸 我心里害怕 但看着我爸记绳时 腰疼的样子 还是咬牙剃了他 我想着 只要绳子系得紧点 小心点 肯定就能没事的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窗外的台子太窄 人站在上面 根本就站不稳 寒冬腊月的天 没一会人身上就会变僵 我行动不变 还要被我嫂子指挥着 打扫角落 一时失足 直接摔了下去 嫂子固定的那端绳子 一点用都没有 我在医院醒来得知 自己瘫痪的时候 伤心欲绝 哥嫂赶到后 我哭着跟我哥说 事情的原委 我以为我哥会心疼我 会训我嫂子 但是根本没有 我哥只是很不耐烦的 看了我一眼 语气烦躁 你怪你嫂子有什么用 还不是怪你自己 你要是坚持 请人来不就好了 不只是他 就连交完住院费 回来的爸妈 也觉得是我的错 我爸说 还不是怪你自己 不小心没站稳 真会气 我妈不满的 看着我好好的一个年 算是被你给毁了 没有人心疼我的遭遇 没有得到该有的道歉 有的只有埋怨和指责 甚至我死后 我妈也只是轻飘飘地 说了一句 这丫头没福气 我已经尽力了 这就是我放在心上的家人 心里满是嘲讽 我看着执拗盯着 我要我回答的嫂子 笑了笑 主动退让一步 我对这些都不太懂 嫂子有经验 我都听嫂子的 嫂子听完有些惊讶 随后第一次 对我露出笑来 没想到最把我 当成自己人的是月月 我妈听了这话 脸色很难看 嫂子怀着孩子 她不敢说重话 所以她只能 牵怒似的瞪我 我心里翻着白眼 只当做没有看见 气氛变得有些僵持 最后我爸 还是出于面子的问题 主动硬了下来 都别吵了 我来擦不就行了 我爸说着 把嫂子丢在地上的 绳子拿起来 做事就往身上挤 我妈眉头一皱 欲言又止的看向我 我看着我爸 刻意放慢的动作 又看了看我妈 明晃晃的暗示 心里冷笑不已 上一世光顾着担心 根本没发现 身为家人的他们 在我身上用了多少小心机 这次我是不关己 心里格外冷静 很轻易的 就能看出爸妈的想法 我爸是死要面子不假 但他并不傻 他从一开始想的 就是让我顶上 而我妈的想法 也跟他差不多 不讨喜的女儿就在这 他可不会让我爸冒险 见我迟迟没有吭声 我妈急了 他像上辈子一样走过来 脸上满是担忧 在他开口之前 我的电话响了 我连忙接通 听了两句就连忙开口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我看着不死心 人要开口的 我妈直接说到妈 店里的单子出问题了 我现在得赶紧去处理一下 我已经看清楚了 他们的为人 知道光是这么说 根本就行不通 所以我直接看向 系好绳子走过来的嫂子 嫂子 家里就麻烦你和我妈了 等我解决完店里的事情 回来后给你们发大红包 果然原本还对我要离开 心存不满的嫂子 立马没开眼笑起来 这可是大事 你放心去忙吧 不用担心家里 我听完拎着包转身就走 我当然放心 家里有你肯定鸡犬不宁 就我爸那死要面子的性格 没了我肯定也会咬牙擦玻璃的 这一次 我倒要看看你们的锅 还能怎么甩 我火速下楼 开着车就往店里赶 同时给闺蜜回了个电话 刚才情急之下 让闺蜜陪我演了出戏 现在要解释好 让她别担心才行 她在电话那头没有多问 确认我安全后 就止住了话题 而我不想把她牵扯 进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事上 也并没有多说 约定好年后见面后 我挂断了电话 汽车一路行驶 直到进入店内 我才猛地松了口气 腿一软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远离那个家之后 我才有了一点 重新活过来的真实感 我在椅子上歇了好一会儿 才镇定下来想之后要怎么办 认真思考完之后 我下定决心上了二楼 说是店铺 但其实二楼就是我的住所 我翻箱倒柜 把重要的东西整理好 放起来之后 嫂子的电话打了过来 月月 你快来医院 咱爸出事了 她的声音很急 旁边隐隐能听到 我妈哭泣的声音 我故作急切的样子 连连答应 慌乱地挂掉电话 然后伸了个懒腰 慢吞吞地下楼 人都已经送医院了 有什么可及的 就我哥那个懒性子 我只要比他早到一点就行了 半个多小时后 我才赶到了医院 我妈见我到了 哭着跑过来埋怨我 你怎么现在才到 你爸现在还在昏迷呢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声音焦急地转移话题 爸现在情况怎么样 怎么出的事 一旁的嫂子眼神飘忽 写满了心虚 我妈则直接哭出了声 她这时候也不顾及 会不会得罪媳妇了 直接如是说 灵慧的绳子没拴紧 你爸擦玻璃 到一半腰痛犯了 直接摔了下去 嫂子哪会承认自己的错处 她梗着脖子开口 还是爸自己不小心 我妈气地指着她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正僵持着 我哥赶来了 我妈一看 赶紧抹着泪凑了过去 开口就诉说 嫂子干的好事 我哥一听 脾气立马就上来了 她瞪着我嫂子 上前就想一巴掌甩过去 可我嫂子也不是吃素的 她摸着自己的肚子 用眼神威胁我哥你赶 宋明 你别忘了当初娶我的时候 是怎么保证的 你今天要是敢打我一下 我立马流产跟你离婚 嫂子肚里的孩子 是我哥好不容易盼来的 她一听这话哪还敢动手 她咬牙停下挥到一半的手 脸上全是憋屈 下一秒 她的视线落到我身上 一巴掌突然扇过来 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脸上火辣辣的疼 颂月都是你干出来的好事 大过年的往外面跑什么跑 你要是好好待在家里看着 哪会有这么多事 家里养你算是养出了个白眼狼 一点用处都没有 光会嗑自己人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妹妹 嫂子看着这一幕 眼神里全是得意 而我妈 她看了看嫂子的肚子 又看了看我 像是对比出了谁更重要 直接低下了头 当做没有看见 我看着面前几人自私丑陋的嘴脸 直接被气笑了 上辈子 我受伤 他们甩锅全都怪我 这一次 我都不在家 郭居然还能甩到我身上 真是惯的毛病 下一秒 我直接抬手 狠狠照着我哥的脸抽了两巴掌 我用尽了力道 我哥脸上很快浮现出巴掌印 他眼神震惊地看着我 像是我干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宋岳 你他妈敢打我 我妈也不装瞎了 他责怪又愤怒地看着我宋岳 你现在简直是太不像样子了 居然对着你哥动手 我冷笑一声 看着仇视我的三人打就打了 难道还要挑个良辰吉日吗 在我哥动手打我之前 月气软怕硬 我所想的那些迂回手段 都会成为他们无休无止的犯件动力 所以 去他的迂回手段 老娘要正面硬刚 周围围了不少人 见我们的架势开口劝到姑娘 大过年的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好好说 别动手伤和气 就是 你哥看着为了赚钱没少忙 你也理解理解 让我理解 我理解不了 我摸着脸上的巴掌印 又看了看眼前三个人 他们说我是白眼狼 可明明他们才是吸着我的血 还自私自利的人 月月 你懂事一点 理解一下你哥哥 别再让妈妈难做了好吗 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我妈哭红了一双眼 上前一步试图拉着我的手 让我跟我哥道歉 她心里十分清楚 到底是谁的错 只是我在她心中的分量 远远比不上我哥 她从不舍得我哥低头 心中冷笑一声 我直接避开她伸过来的手 掉眼泪 亲情绑架恶心人 谁不会 我说实话 一样能让你们没脸 妈 我真觉得我已经够懂事了 我面无表情的开口 声音嘲讽老家房子装修 我哥的彩礼 哪样不是我出力最多 甚至你昨天告诉我 我哥出去办正事也是假的 他分明是打了通宵的牌 我哥这人向来没什么本事 但是他最听不了别人这么说他 他额角青筋抱起 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喷火 宋月 你胡说八道什么 找死是不是 我眼神平静地看着他 直接反问我说的有哪里不对吗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 我妈就给我洗脑 亲生的兄弟 断不了的筋 无论以后我有没有本事 我都要时时刻刻记住 帮衬我哥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没有在正常的家庭里成长过 所以年复一年的洗脑下 我真的相信了 直到死的时候 我才明白过来 亲情是假象 利用和细血才是真 我哥反驳不了我的话 又被周围人指指点点 只能无能狂怒 宋月 你给老子闭嘴 不然你以后就别想再回家了 家这种东西 死过一次后我早就不在意了 我求之不得 我无所谓的笑笑 直接转身要离开 我把比我伤得重 估计要明天才会行 现在在这也没什么用 宋月 你说话不算话 你说好的大红包呢 嫂子见我要走 着急了 立马大声叫我 我都扶了她的后脸皮了 扭头嘲讽的看着她别吧 我可是白眼狼 再给你们钱可不得把你们都客死啊 说完 吴氏她和我哥暴跳如雷的样子 潇潇洒洒离场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到了医院 我爸已经醒过来了 在那里又吵又骂的 哥嫂两个人加起来都吵不过他 上辈子面对我的哭诉 都觉得我小题大做的人 如今自己遭遇这种是不淡定了 闹得比我还凶 我觉得好笑 连病房都没进站在门口看着她闹 我哥烦得要死 什么脏话都对着我爸丢 嫂子就委委屈屈的躲在她身后 我妈站在他们中间 手足无措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劝 脸上满是难过 平时话不多的我爸发起火来是真凶 直接把嫂子一家全都骂了一遍 还骂她是个客行 这下捅了大娄子了 嫂子直接捶着肚子就开始嚎 没天理了呀 老公公辱骂儿媳全家 不把儿媳当人看啊 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离婚 马上流产离婚 我哥本就脾气上头 一听这话更是烦躁 他突然对着我爸大吼了一句 再吵一句 你就自己在医院里自生自灭 我爸满嘴的脏话瞬间就顿住了 整个人正正的看着我哥 张了张嘴再没有说话 明明 他是你爸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妈脸上流着泪 一脸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哥丝毫不听 往地上催了一口不信就试试 我妈泪掉的更多了 他扭过头擦泪 突然看到了门外的我 眼神一亮连忙过来开门 月月 你终于来了 刚才正愣伤心的我爸看到我 眼神也亮了起来 我走过去 把水果放好 他突然开口月月是知道的吧 知道爸爸有多委屈的吧 他看着我 眼底带着期待 可我看着他 脑海里走马关灯一样 闪过的都是他上辈子 对着我说过的话 有什么可矫情的 你是贪了 但我们就好过吗 你知道我们因为你多了多少麻烦吗 说到底还不是怪你自己没站稳 真会气 我承担了他的命运 还庆幸他的健康时 他却觉得我是个麻烦 即使他们拿着我所有的存款 给我交了医药费后还留有负语 但是在他心里 在他们所有人心里 我 宋月 是个自己活该的麻烦 既然他不心疼我 那我也不会上赶着给予理解 我头疼一样揉了揉太阳穴 声音无奈罢 你就别再添乱了 你现在不小心成了这个样子 家里已经够乱了 这好好的年 哎 您就好好休息吧 我爸看着我 眼底的亮光寸寸熄灭下去 双眼无神不再说话 我不是不清楚他的绝望 但是 他曾经也是这么对我的 中午 我爸睡着了之后 我妈把我们几个都叫了出去 他哭了很久 眼睛直到现在还是肿的 你爸现在要常住医院 医药费是会报销一部分 但是根本就不够 那钱 你们谁来出 他话是这么说 但视线总是若有若无地看向我 我笑了 你看 即使知道儿子是个什么东西 但偏心就是偏心 他改不了的 我冷眼看 像装傻充愣不吭声的歌嫂 声音冷淡这还用谈 肯定是我和他一人一半了 我哥的脸色刷得黑下去 拳头握得嘎吱作响 我妈面色为难地看着我 眼神恳求 唯独我嫂子的反应最激烈 什么 你想让你哥出钱 给那老不死的治病 你做梦 你那么有钱 凭什么让我们给 我好笑地看着他 我有钱也是我自己努力 凭什么替你们给 这些年你俩从我这没少拿好处 不至于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出吧 嫂子眼神心虚地不敢看我 我哥瞬间就发现了不对 他用力拽住嫂子的手腕 声音里透着怒火灵慧 你他娘的别告诉我 那钱又被你给拿回娘家了 嫂子先是不敢吭声 随后摸着肚子又仿佛有了底气 我是给了 你能怎么样 那是我亲弟弟 他有困难 我这个做姐姐的能不帮忙吗 我哥气急 看着嫂子直接骂出声 我去你妈的 他甩了嫂子一巴掌 脸上表情因和你别觉得 有我的孩子就能蹬鼻子上脸 那几十万你要是要不回来 咱们立马离婚 没了你 我也还是能娶到别人的 所以 别在这给脸不要脸 嫂子捂住脸间叫一声 他是害怕我哥打他 但他更害怕我哥跟他离婚 他哭着道歉 说只是一时糊涂 会把钱要回来的 我哥冷着脸不搭理他 扭头看我宋月 你也看到了 我家的钱没了 你要是不掏钱 爸就只能死在医院了 他眼神里带着威胁 要是我没有经历过上辈子的事 真的有可能会妥协 可现在 我只是耸了耸肩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管是住院费还是护工 我都只掏一半 你要是这还不愿意给爸治 只能说爸命不好 命不好 摊上你这种白眼狼 我哥眼神阴沉 呃狠狠的看着我 我一点都不怕 笑眯眯的开口对了 提前警告你 我要是出了意外 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会捐献出去 这也是为了防止 我哥狗急跳墙所做出的决定 我哥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只能恶狠狠的 瞪我一眼一开视线 我妈震惊的看着我 像是只听到了我说的话一样 她表情痛心疾首悦悦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以前不是这么自私的 我挑挑眉 语气讥讽我都大方成这样了 还被你们当成白眼狼呢 再不自私点 血都被你们一家给吸干了 她被我说重心思 脸色白了一瞬 然后再次恢复之前的痛心疾首之前 家里有个头痛脑热的 你付出的最多了 是啊 我无所谓的开口付出的最多 最不讨喜 最不受你们待见 她张了张嘴 还想用亲情捆绑我 但我已经相当的不耐烦了 我皱着眉 直接开口我就掏一半 算是还了你们的养育针 你们再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服就直接去告我 但告之前想清楚 我可能连一半都不会给了 见我是真的生气了 我妈表情善善 咱们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告不告的 多不吉利了 嫂子既恨我 觉得要不是我的原因 我哥根本就不会对她动手 她瞪着我 骂到自私鬼 我本来要走了 听到她的话又转过了身 看着我哥烦躁的样子 我好心给出见一哥 嫂子娘家的钱 你记得赶紧去要 要是去晚了 可能就变成全款车了 这可是我才得到的消息 嫂子表情巨变 她眼里带着怒火 张牙舞找的就要扑过来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贱人 我撕烂你的嘴 那气急败坏的模样 一看就知道是被戳到痛脚了 我哥脸色彻底黑下来 狠狠扇了他几巴掌 他也不说让嫂子 自己把钱拿回来的话了 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拽着我嫂子的头发 就往外走 今天这个钱要是拿不回来 你就死定了 嫂子尖叫着 直接被他给拖了出去 我哥气势汹汹的去要钱 但是一点都不顺利 早在之前 我就见识过林家人的手段 撒泼打滚 耍横无赖 我哥气势汹汹刚进门 没说两句 听明白意思的林家老太太 就直接对着他跪下了 明明啊 你别怪慧慧 家里实在穷啊 实在是没钱啊 老太太边抹眼泪边哭诉着 想要我哥吃下这个哑巴亏 我哥脾气爆 压根就不听这些 只嚷嚷着让他们还钱 林家人看他不吃 软的 直接不再说好话 乱棍子招呼一顿 就把我哥给打了出来 我哥没有到钱 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回家之后在家里闹了好久 惹得我妈总在我这里 哭家里的惨状 说我哥有多么多不容易 多么需要我的帮助 我对此只有一个评价活该 毕竟之前我被我妈洗脑 让林家要钱反被打一顿的时候 我哥也只是冷冷地说了句活该 现在哭哭落到他自己头上 我倒要看看 他还怎么轻高地指责 我和嫂子关系不和睦 还怎么和嫂子和和美美 可能是我上次说话过于硬气 也可能是我哥对林家生了怨恨 他这次倒是做了件 让我心里舒服的事 他报警把林家几口给抓了 转账记录 验伤 监控视频 他全都提供了 嫂子弟弟是受益最多 打我哥最狠的 要是真的不能和解 人生就完蛋了 林家老太太这下子着急了 哭天喊地地说要还钱 求原谅 我哥也是恨他们 硬是忍得老太太 在门前跪晕了过去 嫂子在他跟前磕破了头 才松口签下量解书 33万证被林老太太咬牙切齿地还了回来 从那天起 两家关系彻底娇恶 林家甚至连嫂子都不认了 对外说要断绝关系 嫂子日夜流泪 这次我哥也不心疼了 之前我顶在前头 除了嫂子整天补贴娘家的事 我哥就没怎么生过他的气 但现在不同了 我哥几愁 还跟我爸一样好面子 林家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 闹得这么没脸 他跟我嫂子到底是生了嫌弃 回不到从前了 再次在医院见到我哥时 他笑得格外得意 不就是几个臭钱吗 闹得跟谁没有一样 他上下打量我 目光满是鄙夷 好像我身上沾满了铜锈味 丝毫没有想到 他所谓的兜礼钱 是从我这里慢慢拿走攒出来的 我笑着摇摇头 看了看他眼底的黑眼圈 和他手里的花生米 小龙虾 一看就是又高兴了一个通宵 旁边的嫂子 未缩着坐在一边 时不时飘过来的视线里 全是怨恨 我在心里感叹 这两位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嫂子省吃俭用补贴娘家 我哥花钱如流水 还总是打牌 钱在他两手里都留不住 我没在医院待太久 因为不想看见他们 所以只是做了下 表面功夫就走人了 我真的没想到 医院这次 是我见到我哥的最后一面 我妈打电话哭着告诉我 我哥死了时 我是很猛的 我甚至没缓过来神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辈子 在我死了之后 我哥分明很幸福 现在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死了呢 电话那头 我妈没有发现我的分神 还在哭诉 我听着 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和上一辈子 拿着我的财产辞职过 书新日子不同 这一世 因为命运的转折 我哥依旧是个货车司机 他花钱很快 之前有嫂子管着还不闲 现在手里拿着所有存款 这一点很快显露了出来 他熬夜打牌 赔钱 花钱如流水一样 钱从他手里快速溜走 他甚至都没敢辞职 昨夜熬了通宵 今天还坚持送货时 终于出了意外 货车在拐弯处撞到护栏上 连人带车摔到了山下 当场死亡 我妈说完后 在电话那头哭得肝肠寸断越狱 你哥已经没了 爸妈只有你了 你别再跟爸妈赌气了好不好 你可是我们全家唯一的职望了 你未出世的侄子还需要你呢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他痛哭着 跟我打感情牌 试图让我重新回到那个家当牛坐马 我听着他的话 只觉得浑身发冷 之前他们就能理所应当的趴到我的身上吸血 现在我哥死了 要是被他们缠上 我肯定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电话挂断后 我毫不犹豫直奔二楼开始收拾行李 同时改签机票 本来怕被他们缠上 店铺专卖合同签完之后 订的是过两天的飞机票 但是现在这情形 我要是不赶紧走就晚了 我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到机场 跟闺蜜发了信息后就直接上了飞机 我躲到了几省之外的小镇里 开始的前几天 我妈总会发消息重骂我 我的逃跑刺激到了她 她整个人暴露出了真实的嘴脸 白眼狼见人早知道就掐死你 这些是她骂的最多的 开始的时候 我把她的消息当成笑话看 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拉黑删除了 但即使这样 她也不放过我 她换着号码给我发消息 有时候咒骂 有时候哀求 我实在受不了 最后换了号码 只有闺蜜能联系到我 我就这样 在镇子里舒心的过了一个月 之后的一天下午 闺蜜给我打来了电话 月月 幸好你提前警觉走了 要不然我都不敢想 她语气里充满了后怕 我有些担心 连忙追问怎么了 是我不在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吗 你之前刚走 我怕你多想也没有多说 你是不知道 你走的那天有多惊险 她快速说着 我越听 表情越严肃 一个月前 我听到我哥去世的消息 连忙收拾东西跑路当天 我妈去店里找过我 她在众人眼前 一直是个温柔的人 即使心里自私自利 也从来不会表现出来 但在得知我转卖店铺 还走了的当天 她疯了 她在店门口又哭又闹的 甚至撒泼打滚 逼周围认识我的人 把我给交出来 她威胁周围的人 你们都不能帮着她 她躲去哪里了 你们必须要告诉我 不然我就报警抓你们 周围有个热心肠大哥 看她开始哭得那么伤心 还想着帮忙联系我呢 结果一听她说的那些话 顿时傻眼了 这年头 谁都不想探上这种 无理脚三分的脑残 周围人一哄而散 任由她一个人在原地大骂 都当作没有听见 她骂够了 就直勾勾的盯着我的店铺看 眼神里全是憎恨 直到深夜的时候 她才走 从那天开始往后 她只要有时间 就会来我的店铺大骂上一会儿 直到有一回 闺蜜发现她一连几天都没有过来 觉得不对劲打探消息的时候 才知道我家里又出事了 我爸当时情况有所好转 人已经不是很消极了 我妈虽然因为我哥心里难受 但也没有告诉她 我哥已经意外去世了 她想着先隐瞒下来 等以后找个好机会再告诉我爸 她想得很好 但是林家人没给她这个机会 林家人对我哥报警 抓他们的事怀恨在心 他们通过溜进了我爸的病房 添油加醋的埋怨我爸 他们说要不是因为我爸 我哥就不用开火车挣医疗费 要不是因为我爸 我哥就不会晚上睡不好 叫疲劳驾驶 他们说是我爸亲手害死了我哥 我爸不一定会全信他们的话 但是我哥的死 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对比我上辈子死的时候 爸妈轻描淡写的样子不同 我哥的死让我爸感受到了绝望 对他来说 我哥就是宋家唯一的香火 现在香火在他手里断了 嫂子肚里的事男是女也不知道 他绝望了 我爸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哥腕死了 半夜里接到这个消息时 我妈崩溃了 听说他因为这事 差点杀了嫂子 但最后还是因为 嫂子肚里的孩子选择原谅 他告诉我嫂子 只要我嫂子生下孩子 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 他就什么都不计较 嫂子对着他时 答应的好好的 结果前脚出了门 后脚就听了林家人的窜多 去饮了产 那个出生就夭折的婴儿 正是我爸和我妈苦求的孙子 我妈哭着去林家质问的时候 嫂子只告诉他这孩子 我生了也没用 女儿子人都死了 我总不能为了他守一辈子吧 和对待我 对待我哥时一样 林家人把我妈给轰了出去 并且狠狠嘲笑了一顿 我妈悲痛乱分 等得这林家人 准备让嫂子再嫁的时候 彻底疯了 她趁夜在林家人 第二天要喝的粥里投了农药 林家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没逃掉 包括我嫂子 全部口吐白沫 不治身亡 而我妈在警察上门之前 就已经吊死在了家里 我听完 不免有些唏嘘 不再承担他人的命运后 那些厄运果然会返还回去 和闺蜜约好时间见面 我挂断了电话 窗外 和风叙叙 春天已经到了 我很庆幸 这辈子没有用自己成全别人 哭死在病房里 我活在了自己的春天 全文完